嗨,我是宝可夢,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這個連續的連續劇的單元 就是要繼續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宝可夢生日慶呢 有好多好多粉絲朋友來參加我的活動 並且有寫了很棒的心得 我剛剛稍微往後看一下 我看到其實都快流眼淚了 因為其實還蠻感動的 就是真的,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然後有去影響到大家 讓大家去看到所有一個平凡人 真的也能夠像我這樣子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 就算我現在在做的這個影片沒有人看 只要有一個人看,有兩個人看 對我來說這就夠了 因為 影響,要影響一個人 要去改變一個人本來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做到了 我只要能夠 我的文章,我的文字能夠有影響到一個人或兩個人 那我覺得,那我在人世間我該做的任務 我已經做到了,好嗎? 就對我來說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要繼續往下看 就是,呃,好多粉絲朋友繼續就是跟我分享他們的心得 如果你不認 之前 這個活動舉辦完之後問嘛 我沒有時間去 呃,重新回來去看每一個人寫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我要做一個這個系列的影片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些,呃,文字一一的看過 我才會發現說,其實真的 不管這本書到底賣的好不好 但是呢,我的行為跟我的影響力 已經開始對這個社會 對某些人產生了不一樣的,呃,改變 甚至讓你們往人生更美好更重要的方向去走 就對我來說 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好嗎?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聊一下這個廖小姐 好,廖插奇小姐的這個心得 好,那他前面 這有好幾個人已經就是被寶可夢分享過了 第一個,劉先生 然後第二個是白小姐 第三個是陳小姐 第四個是王小姐 第五個是林插雲 好,那第六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廖小姐 好,來,我們開始 好,本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寶大跟廠商合作的部分 平常只知道有所謂的業配文 但是一直很好奇 呃,銀行跟部落客是怎麼合作的 那剛好這本書就有寫到 寶可夢是怎麼跟銀行合作 讓我一窺就進這個文章的背後不為人知的一面 我覺得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因為很多的部落客他就算跟銀行合作 他也不會跟你說他有合作 或者他不會跟你說他賺了多少錢 當然不可能嘛 然後他也不會跟你講說 他跟這個銀行合作的過程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只會覺得說 靠,又是業配文 好,那在網路上就是一樣嘛 就很多人只要看到是業配文 就跳過不看 但我覺得 真正有實力的人是 你可以把銀行給你的業配文 寫成一篇真的很厲害的文章 好不好 這就是看公立啦 我覺得這是公立的問題 就是這是寫文字的藝術 好不好 這就是藝術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的這個做法很拙劣 或者是說他根本就沒有認真在寫 所以你也看不出來這是業配文 那當然啦 那就是那就是很一翻兩瞪眼的事實 但是我個人覺得我是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有收錢 那你當然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做到最好嘛 所以我一定是要對廠商負責 那我也要對消費者負責 所以我做的東西一定是我會找到一個適合的切腳 並且用我的口吻去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的好跟壞在哪裡 那壞可能會講少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的話一定會用我習慣的東西口吻來跟大家講 那這樣子的一個整個routine的一個過程下來之後呢 你還要就是審稿已經通過了嘛 那就是上線了 那發文之後呢一兩個月之後才能夠收到錢 所以這每一個合作案大概都是要至少搞三個月 第一個月就是前兩個禮拜要先溝通要不要合作 然後這個產品是多少 然後簽完約之後呢 你還要再給自己一到兩個禮拜的時間來完成這篇文章 那只是說有些人完成的速度快 有些人完成的速度慢 那我最快我可以在一天之內完成一篇文章 這就是我的功力啦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那影片的部分就沒辦法 因為影片的確是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來溝通製作腳本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還要花一點時間拍攝吧 那拍攝完之後呢你還要再做後製 那這中間大概就會拖到兩個禮拜那麼長的時間 兩個禮拜都算短的好不好 因為真的是做影片很累 所以影片也是我目前所有合作案裡面是價格最高的 因為我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做 我還有一個team 我要找我後面的特效師然後音效師 然後還有就是上字幕的這種 這都是很多啦 我當然可以自己一個人包下來做啊 但我就累死了 所以當然不可能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合作預算拉高 然後把這些人的費用都算進去 這樣子我才能夠節省我的時間成本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種不同的合作類型 其實都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講的啦 那之前的話因為我是部落客 所以我可以分享的部分其實就只是文字的部分 那現在的話當然不一樣 因為現在開始有一些影片進來了 那我影片的製作功力因為我自己本業就是剪輯師嘛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東西當然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可以讓你自己在 在將來跟銀行就是或者跟廠商在做談判的時候 你很重要的一個籌碼 不管是你的影響力或者是你影片製作出來的品質 或者是你的平台的這種推廣的力度 這個都是我自己就是本身的強項之一 那當然這粉絲不會知道啦 這個是跟社群經營有關 那是跟粉絲追蹤我的人沒有關係這樣子 那賴小姐的第二段她說 看了素材了解有時候合作案不是給錢 有可能是某個卡片的免年費的使用權 或者是要跟大銀行合作很困難 因為大銀行習慣跟廣告代理商合作 不太會直接面對部落客 還有一些不能說的合作案 那我現在因為已經變成是全台灣最大的信用卡部落客了嘛 所以當然是銀行只要想要合作 想要有影響力想要推廣的 或者是要出席記者會都會第一個想到我 所以我現在這邊的這個合作案的確是比以前還要多很多 那也因為是全台灣最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不是銀行挑我了 是我在挑銀行 那當然這沒辦法 這個是因為影響力的關係 那當然就是這個市場的趨勢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這邊寫的文章裡面的段落 可能以後如果再版就要更正 就是因為我還是很小卡的時候 銀行根本不會想要跟你合作 但是當你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的時候 那人家的確是會捧著錢來要求跟你合作的 那就是很現實 這沒辦法 對所有的銀行所有的商業行為都是非常的現實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大家也是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真的對你的夢想或你的興趣很有幸 真的很想要去追尋 然後你甚至想要像我一樣成為Mod 一個方向的這個整個KOL的話 也別忘了就是你一定要成為那個領域的佼佼者 那麼廠商業配合作案才有可能會來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提供大家參考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這個段落有講到 銀行的合作業配不會只有錢 有的時候甚至是沒有錢的 就比如說我們跟趙鋒 或者說我們跟艾利歐的合作 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一毛錢 但是他會給我們專屬的贈品 那你就會覺得說 你不收錢 那你是做什麼過火的 你都 對啊就是幫人家做免費的嘛 但我跟你講在台灣的銀行界就是這麼現實 也就是說很多銀行他們沒有預算 他們也沒有辦法付你這個錢 或者是說他們的錢要去找更大咖的合作 所以不會把錢放在我這邊 那怎麼辦 那他就是給你贈品啊 你那個贈品你就自己拍照自己寫文章啊 對啊那你就收不到錢 但是你還是至少如果他有MGM活動 你還是可以再拿一點回來嘛 因為你總不能夠都叫人家做白工啊 因為畢竟我們把這個獎品要寄給粉絲 也是要一些金錢啊的部分 這個運費都是我們自己出的 對啊所以我就說這個MGM的部分 你們可能覺得說我們讓利還讓的太少 但問題是有沒有去想過我們寫這些文章 然後舉辦活動 然後最後再驗證大家的身份資格 並且再把獎品寄出去 這些東西如果算工資的話其實真的是 唉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就是有時候也覺得還蠻 對不起惠哥跟CW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提供他們很多的金錢 但是我需要他們幫我做這些事情 那唯一比較行為就是MGM的獎勵的部分 是三個人評分 所以他們就幫我做這些工作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你要跟銀行談合作 你要拿到一筆合作金 哪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說真的 如果你要靠信用卡布洛克 然後就是財務自由 我覺得也是有點太影響天開了 所以應該還是要去做你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 你會比較快樂 好來 繼續往下看 第三個段落 看了書之後呢 才了解 很多的合作案不像我們想像中的光鮮亮麗 寫文章就有錢拿 有的銀行甚至不給錢要要求審稿 還讓人家做白工 基本上所有的銀行都會要求要審稿 那這無可厚非 我們會先提大綱給他們 然後他們OK之後 我們才會把文章完整的寫出來 那其實你常常寫文章 你最後就有一個手感 那個手感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產品之後 你馬上就知道它有幾個重點 然後你就把它列一列之後 先有骨幹出來 然後再把肉生進去 其實這樣子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看到一個銀行的優惠 或是一張信用卡 我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甚至是30分鐘就寫完一篇文章 然後連圖文都做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有這個市場觀察的 這個很敏銳的嗅覺 那現在當然我會把這個技術 一整套都拿來做影片 就是如果我現在是一個 全職的自由的YouTuber的話 自由工作者 那我的確是也可以做到就是 我看到了這個消息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重點的 我可以立馬拍完影片 自己再上傳 我也可以在30分鐘之內 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經驗的累積 可以讓你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去完成這樣子的任務 這是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個人的這個經驗談 對 那最後的部分呢 廖小姐說 辛苦保大 因為有你這麼堅持的寫文章 讓我們才能夠 有這麼多好的文章可以欣賞 謝謝 我覺得現在應該還要再 加上就是YouTube 就是這麼認真的拍影片 然後讓大家有這麼多影片可以看 所以 我個人還是覺得就是 在我的粉絲團裡面的粉絲朋友 他們是喜歡我的文章的 但我硬把他們拉過來看影片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痛苦 但是沒有辦法 這是未來的趨勢 但我也希望 在我的粉絲頁現在 我的YouTube這邊訂閱 已經破萬的當下呢 其實 YouTube能夠給我更多的機會 讓我去觸及更多的人 讓更多的人 一起來學習 信用卡的這些奧妙的 這些深奧的知識 然後可以省下更多錢 賣相財富自由 所以我希望 我不管是哪一個平台 都有很多的粉絲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 我覺得最開心也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畢竟再過幾天之後 然後我的新的節目呢 就也會在一個 大家很喜歡使用的 這個通訊軟體上面呢 就是上架了 好 請大家就是多多期待 現在先賣個梗這樣子 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開起來 好不好 最新的理財消息 才會送到你家 好 也別忘了 公開的按讚留言 分享這個影片呢 跟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就是省錢的藝術 然後這本書真的很棒 趕快去數據翻一下 不買也沒查 但是一定要去理解 去吸收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